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饮食不规律 经常大鱼大肉 熬夜喝酒 很容易出现肚子胀、肚子疼 打嗝反酸、脾胃虚弱的情况 养护脾胃的忠诚药又那么多 我们要怎么选择出来适合自己的呢? 今天沈医生就告诉你八种常见的健脾养胃忠诚药 并告诉你它们的适应症 来学习一下正确调理身体,不走弯路 第一个饱和丸 可以消食导致调和脾胃 如果你吃多了,感觉食物都堵在胃里了 肚子又胀又疼 打嗝特别多,还吐酸水 不想吃东西,口气很重 舌苔特别厚 解出来的大便特别臭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饮食停滞了 我们可以参考饱和丸来消食导致 第二个,香沙平胃丸 可以健脾造尸 如果你经常肚子胀疼 嘴里淡淡的没有味道 有时候想吐,四肢非常困重 懒懒的什么都不想做 舌苔又白又厚 这个时候可能是因为失智脾胃了 我们可以参考香沙平胃丸来健脾造尸 第三个,菊瓣蜘蛛丸 可以健胃消食,立湿化痰 如果你经常肚子胀不消化 而且嗓子里面有很多痰 总是往外吐,好像吐不完一样 大便也是非常的粘 总是粘在马桶上冲不下去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脾胃虚弱,弹湿过多了 我们可以参考菊瓣蜘蛛丸来健脾消食,立湿化痰 第四个,木箱顺气丸 可以行气化湿,健脾合胃 如果你感觉胃里一直有什么东西 肚子又胀又疼 好像肚子里面很多气体 打嗝放屁都比较多 解大便的时候还很不顺畅 往往有感觉,但蹲了很久拉不出来 这个时候可能是失着中足了 可以参考一个木箱顺气丸 第五个,月居丸 可以礼气解淤,宽中除满 如果你经常心情不好,哀声叹气 邪乐有时候会胀疼 同时吃东西很不容易消化 大便不通,嘴里发肝发苦 还有很重的口气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肝气淤质 肝淤脾虚了 我们可以参考月居丸 第六个,香沙六军丸 可以意气健脾合胃 如果你经常精神疲惫 吃饭没什么胃口 吃一点点东西 肚子又胀又疼 大便躺膝不成形 甚至拉肚子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脾虚气质了 我们可以参考香沙六军丸 第七个,人身健脾玩 可以健脾义气 合胃止泻 如果胃口很差 不喜欢吃东西 感觉胃里很不舒服 但是又说不出来 有时候很容易犯恶心 想吐 经常拉肚子 而且拉肚子的时候 肚子很疼 很喜欢躺在床上 啥也不干 这可能就是脾胃虚弱了 我们可以参考人身健脾玩 第八个,龟脾玩 可以健脾补心 如果你除了消化不好 大便躺膝不成形 还经常心慌心悸 能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心跳 晚上还总是失眠多梦 容易半夜醒过来 脸色不红润 发黄或者发白 这些症状可能就是心脾两虚了 可以参考龟脾玩 以上就是沈医生分享的 关于脾胃虚弱的八种常见忠诚药 看看你的症状适合哪种吧 如果自己拿不准的话 就寻求医生的辩证指导 以免随意用药伤害身体